对比啊 曾晓婷年龄19岁相对更年轻一些 资料上面的照片可以换得出来 伊卡瑞娜占有公分的优势 来自俄罗斯选手这个颜值着实是有点高啊 蓝芳今年25岁来自白俄罗斯 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格斗选手 白俄罗斯泰拳冠军 IFMA WMF世界冠军 他还会说俄罗斯 他到底会说多少个国家的语言 同方选手今年只有19岁 这个主持人我服了 职业战绩五战五胜保持不败 欢迎中国选手曾晓婷 合行场上裁判来自香港的维加币 And one action begins a referee in charge Lina from Hong Kong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第一战力格斗赛是昆仑军 这是一场52年军 接下来还有一场中国对战伊朗的比赛 他这个伊朗话他不说吗 大家好我是昆仑军亚维 蓝方选手是伊卡瑞娜 红方选手是曾晓婷 这个伊卡瑞娜可以说是世界国际界第一个女网红 很漂亮 他很早的他的这个照片 练拳的照片 就在网上传播 结果不但长得漂亮 技术也不错 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 是的 蓝方选手不光这个长得好看 这个全打得也漂亮 没有反应过来 被邓方选手压的是一掌 我们看伊卡瑞娜整个身体条件 简直就是一个模特的身材 对 我还私底下博球有丢不到吗 一个女孩子我们知道练腹肌 练出来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肌肉尤其是这个女士 因为身体所封闭的东西和男性分类不一样 所以很难练出肌肉 尤其是这个腹肌 特别难练 我们看说邓小婷还是 进攻还是很积极 是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漏血 在出腿的时候 他的全的防腹已经完全掉下来 歪 双方选手 在肌肉尤其是 他们的方法 在肌肉尤其是 两人的连续换拳的时候 这个卡瑞娜的组合拳能力非常高 相当于说 曾小婷呢 做一两个动作就撤 对 显然这个选手过去是练散打的 非常明显的 第二的那种节奏是散打式的节奏 虽然他现在的战架有点搏击的这种战架 但是一出动作所带出来他原始的这种训练基础 就一览无余了 这个伊卡切纳在近身纠缠的时候 明显的这种泰拳的训练背景 一些手法以及马位上 更多的像泰拳 对伊卡切纳和安德烈古拉宾师出同门 安德烈古拉宾是他师兄 或是同一个教练 很犀利的这个习法 之前我们讲过很多在我们中国职业搏击开展的初期 中国的女子选手最让外方的女子选手不适应的 就是我们的打一拳 但是外方选手给中国女子散打选手 造成唯一不适应的是最明显的就是吸法 当年的侧胎腿也曾经给一些西方选手 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力控制距离 因为很少见 可是这种先如今这种侧胎腿力越来越少了 我就发现了这个一道女子选手大比赛的时候 他更耗费体力 虽然他的距离跟效果非常明显 但是更耗费体力 而且他的真正的实际的杀伤力 除非你用的特别到位 不然的话他没有 不会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对所以现在呢 大家从人家上去远远的近 这个跟谁谁谁是什么关系 啊来做控制 这些像很多的比赛 在下跟没的比赛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省劲的一些 对对对 他变换的跨的放啊 没有那么远了 对 这种改进式的侧帅吧 对 我们看双方也在第一局里面有互换拳 好 那就是伊卡崔娜的一套组合拳 这个连续的组合能力很长 对 我觉得伊卡崔娜应该要中间穿插 也要克穿下去盘啊 天使的脸庞 魔鬼的身材 其实可以当做他的比赛的热身啊 在之前的比赛完全可以请他来做这个回合女郎 关键是他还真的是能打 对 我们看第二局 这个曾小婷这个毛病很不好 进去以后 这两个哪个都没有 把头完全扎进去 这是一个花刀 卡崔娜的大拳的时候恶狠狠的这个表情 跟场下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们要理解 因为毕竟是在场上是这种 对抗的政绩类的项目 这是伊卡崔娜在场下是很甜美的一个女孩子啊 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他场上彪悍的一面啊 对 对 对 女选手也可以激当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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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的短暗,就是第一个动作进去以后,距离根本就长不到。 这个选手啊,很像另外一个男选手,宋晓婷,很像即将出场的棒球少年张涛,两人的发型就是一样,发型有点香。 我越来越觉得长相也很接近。 或者说表情,哦,这个人的意识非常好啊,刚对方的前手,然后暴露自己正面中门的时候,一个转身边权。 我们看到更多的转身边权是在被压迫或者是无奈的情况下出来,但是他这个是明显是有计划的,作为反击。 这个伊卡翠娜拿这个手掌去推对方下巴,这种毛招啊,用的有点多,这种泰拳出身的选手啊,虽然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并不是完全禁止这种推啊,压这种动作,但是还是尽量少用。 我看到曾小婷其实现在根本就没有,没有办法了,对,呃,只不过是有部分的一些低扫腿有点,像那个接手招式有点多啊,但是很实用,那太拳的招式很实用。 我看了,中国干嘛,中国看比赛呢? 伊卡翠娜现在明显的节奏也在放慢,我觉得他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节奏要加快啊。 他的训练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使用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当对方先做动作的时候,他做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这样很逼去,第一个动作往往是对手开始做,你看,又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联系当得很强,但是他不太擅长做第一个进攻动作 好,好,好,好 1 2 2 4 4 5 5 7 5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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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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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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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 11 9 10 10 11 11 12 看到很多曾小平的后手进去以后,直接就绕到对手的后背去了,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意识来出这个拳,但是出到哪里,他就控制不住这个距离了。 其实这个曾小平有效地加强拳法的话,尤其是直线拳法,是能打开很多的。 我们可以注意,伊卡翠娜的中间的空档留得特别大,并且,即使打拳的时候,也是侧面拳法出击比较多。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在拳法上特别有造诣的拳手。 是的,我们看到刚才可能是有个意外,他的眉骨有点出血。 哦,这个流血还挺严重。 不知道刚刚这个是怎么造成的,是拳法吗?还是双方的头部撞在一起? 啊,我们的赛事总监终止了这场比赛,为了保护选手,因为他这个不是在正眉骨上,是在眉骨下面眼皮的方向。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位置在眉骨的时候,他这个眼皮的运动啊,不会碰到哪里,而正好在这个眼皮之上,睁眼闭眼,睁眼闭眼之间啊,特别容易对伤口在,很难愈合。 其实你知道这个最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血液在眉骨啊,它流一些血液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这个血液如果流进眼里面,大家我们知道我们眼里面是有眼线,眼线和鼻腔是相通的。 对,这个可能很多人,很多观众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眼,鼻子酸的时候会流眼泪,然后有的时候在感冒的时候,鼻子跟眼睛其实有的时候是相通的。 所以,刚刚是,刚刚两个人是头有碰撞,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流到眼睛里面太多,这也是对着选手一个宝卧。 对。 这场比赛,在第三回合一分零三秒,现场的一声,因为红防选手的伤势终止了比赛,比赛结果,篮方TKO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混乱决大赛的创始人姜华。